接下來 問各位一個問題 這問題是有考試考過的問題 就是等速前進的火車 有人有變形 變形成那個火車加速 或者火車減速 但是想法是類似的 我們用等速講就可以了 一個等速前進的 等速前進的 等速前進的 我後面再問等速前進 東西丟上去 掉回哪裡 那如果加速前進 會掉回哪裡 如果減速前進又掉回哪裡 第一個問題問 如果我等速前進 往上丟東西 他掉回什麼地方 他掉回哪裡 二十一號 沒有二十一號 二十一號已經掛了 我們要找男生 我們要找男生 二百二 二十八 前方 前方很好請坐 等速前進 等速前進會留在原處 因為他的東西跟你的車子 保持一樣向前的速度 所以你感覺不出他向前走 就剛才跟你講 一個丟炸彈 你從飛機的頭彈頭往下看 那個炸彈直接掉下去了 因為他跟你一起往前飛 你看不出他往前飛或往後退的狀況 所以會掉回原處 那如果加速咧 如果加速前進會掉在哪裡 如果加速前進會掉在哪邊 九號 好不好 加速前進會掉在前面喔 好吧 充分證明 你們觀念很差 車子加速前進 車子越來越快 球丟出去之後 保持跟原來速度一樣 可是車子變快了 球還是原來速度現在球在哪裡 跑到後面去了 後面就不用問了嘛 那減速在哪邊 減速在哪邊 前面嘛 因為就變成 球比較快 因為火車啊 車子變慢 球在前面 這個是考試愛考的問題 學測類似體也考過的問題 好 比如說 就是剛剛跟你講的 他會掉回原位 我們有一個公司左達公的誰值發車台 他等速前進 他下來 他會掉回原位的地方 好 好 這個影院 影院並沒有加速跟減速 那個往下滑其實是加速的 我這邊有個小問題 我說我不告訴你答案 你想 為什麼會掉回原位的地方 這是很出前進 所以叫回原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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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實驗結果證明 數情運動分量 是不受垂直運動影響 這是以前網路上的一個人的影片 他的第一次跟第二次都是用慣性定律 就是卡住之後 公司保持慣性往前走 往前看到Buck最後 然後停住 車子停了 換慣性往前 所以那個足跡的往前跑 再做一次 這兩次都是換慣性 後面又不是了 肥貓還正常 所以他一直 趁著往前趕 把它蹲下來 快點 小牌 他真的會 超多快 趁著往前跳 快點 快點 他真的會 快點 這個影片 當然要在網路上很紅 很多人喘 我們先不要管這樣卸貨對車子是不是很傷啦 我們只要管他用了牛頓低運動定律 他有文化有寫好很好 他用了牛頓低運動定律 那就是跟各位講述一下 有關於一些可能會考的題目 跟一些偉大神奇的影片 OK